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多谢王妃 也给了民女五年的生计 下去吧 是 娘是启人忧天了 虽是商户之女 但还算断状 没资格做楚慕的气 做妾倒还说得过去 王妃真是慈悲心肠 身在皇家 心软不是好事啊 这高门大户 忠明顶时的 门第呀 就是个坎 你以后就住这儿 多谢修尔姐姐 你怎么知道我叫修尔 刚刚听到韩王妃这么叫的 你还挺机灵 我走了 你自己收拾吧 我身伤是 这是一条 你还有一个 王妃 我手 这东西 他都会痛 他又在家 这个 图了 这 咱俩 你 我 大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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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我试一试 少储木 姐姐 姐姐 柔儿呢 你没把它怎么样吧 你居然在这儿拔剑 不是吧 怎么又怎么样呢 你以为这是你琉璃坊间的青楼 这是韩王府 当今圣上四子 韩王浩的府邸 我也是心结才这样 你懂了兵法 习了骑射 接近以为你长进了 没想到你比以前更糊涂 一个民民 就能让你在王府拔剑叫嚣 若是将来再有大一点的事 你岂不是要闯宫 你是要把整个鲁国公府 都葬送在你的手上吗 我错了 可是姐姐 是跟柔儿没有关系 你能不能把它还给我 不行 你暴躁冲动 不听人劝 傅柔先留在我这儿 也好让你警醒 姐姐 你再纠缠不休 我立刻就把她杀了 你敢 怎么 你也要对我拔剑吗 姐姐 我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一个人 求求你别伤害她 你也要对我拔剑吗